8万搞定别墅硬装 今天是第一步拆就 为了节省人工费呢 我跟宝哥特意去五金店 花了18块买了个锤子 结果发现真的搞不定 叫人 叫人啊 经过我多方的谈判 拆就费最终以5000元成交 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第二次 反正你拆的时候 只要建着这种板子 就跟我去打 好 墙别动 去新家拆墙咯 今天是第二天 全部就能拆完 这两天戴着这个帽子 你们好像很喜欢哦 这个是胶内的余肤帽 我跟宝哥一人一顶 这个帽子有几点好啊 它是一个双面的 我的是米和白 然后宝哥的是浅蓝和深蓝 搭配衣服特好搭配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余肤帽 它是有50加防晒的 因为我不是防晒霜过敏吗 所以呢我只能物理防晒 它这里面这一层摸起来 冰冰凉的手感特别好 质量也很好 好像是说这里面添加了 那个凉杆助剂 用了什么凉杆纱线的面料 所以呢今天27度 你就这样戴起来 你的脑袋也不会热 它这个帽颜呢 也是一边长一边短的 就是你如果说在室内啊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翻过来戴 你就能看到东西了嘛 如果说你在室外的话 比较遮阳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长的这一面 戴过来 它就能起到一个遮阳的作用 这个帽子真的是 又防晒又降温 它的颜色还很多 安利给你们哦 从今天开始 这个小院的阳光 都是属于我的啦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5000块拆救费 花的值不值吧 挺快啊 这些都是属于那些石膏板的轻盘 8 10 8 10 8 天啊 你干啥呀 啊 全太蓝了 这样子还挺酷的吧 这的黑白双筋 奶油色嘛 这怎么好 花的来了 那花大白的话 那工费也有很贵啊 终于要啊 600平 本来我们原计划是 直接在这个上面 刷漆 然后现在他们 上一户粘了这个 就弄不掉了 就没有办法直接刷漆 然后再刮蜜子 粘的时候真的是很快 拆的时候真的是很麻烦 拆除工程是按照平方来收费的 市场均价呢 是在每平方30元左右 我跟宝哥本来是打算节省人工费用 我们俩拆 然后找个轻运车拉走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一大半的费用 结果发现 树叶有专攻啊 这拉起也太多了吧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收藏加分享 明天见